亚马逊公司如何对待他的员工 一位德国亚马逊物流中心的员工说 在日本,亚马逊利用山羊去吃物流中心旁边的草 他们在山羊脖子上挂了和我们一样的芯片卡 我们的芯片卡上标示我们的姓名、照片和条形码 一个德国亚马逊的物流中心里没有窗户、没有风景、没有空调 夏天温度上升到40度以上 物流中心的员工们在树立的金树货架间奔跑 公司规定员工不能在工作中说话 由于美国人都被认为是潜在的小偷 员工离开物流中心都得接受彻底的检查 员工们远坐货架走动 他们每个班次要走20多公里 一位员工说亚马逊合同禁止他与家人、朋友和记者谈论他的工作 他说这只是为了防止我们说出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 2013年6月10日法国亚马逊一个物流中心的大约100名工人罢工 第二天他们被经理单独传唤 一位员工说因为我是工会会员 我受到搜查 他们让我坐在一张椅子上等到警察来 坐了六个小时 警察也没有来 第二天也是路数 员工的个人数据哪天都穷 德国亚马逊中心发送到西雅图的美国总部 并储存在那里 亚马逊法国公司前金领 证实了这种设法 所有工人的生产力数据都被记录 储存并发送到西雅图 有一个员工说 有一次一位同事问我 关于亚马逊老板 贝索斯的财产 我回答说 他的财产让我皱恶 他举报了我 我因而受到了警告 摔倒昏倦 在传送带上被切断手指 在上班途中发生致命事故 在亚马逊非常讨厌 然而媒体更愿意关注该公司的股市表现 和其创始人的风流事件